岁月饶过水,林志玲的连夜种成馒头了,未修徒终究逃不过人老猪黄。 相信大家平时对林志玲的印象都是优雅,知性,高情商高修养,笑起来如木春风,虽然娇娇嗲嗲的却一点都不小家子气。 简直是完美女性的代名词,连小斌我一个纯正的妹子都想保护她,看住柔柔又天然无害。 生于1974年,今年虚岁已经44岁的她,平时出席活动时都是这样的。 妥妥的洞领女神,果然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。 最近出席某活动时以一身黑色鹿肩裙亮相,看背领依然是那个身姿窍窍,玲珑有致的智领姐姐。 侧眼也是美如画,看看这人山人海的,后边角落里也挤了一堆人举住手机狂拍女神。 这位小哥笑得见牙不见眼,也是,见到女神,谁能淡定的了呢? 但林志玲依然气定神仙的自古自美丽,头上除了黑色发带还带了个新型发卡,更是为她的甜美加了三分力度。 就算用手机拍出来的扎画质也挡不住的美貌。 然而正沉浸其中,这样美丽动人的智领姐姐一露正脸,却是让人有点认不出啊。 女神是伙食太好吃胖了吗?脸怎么这么圆润啊? 网友甚至从智领姐姐身上看到了好几个人的影子,第一张好像金沙啊。 还记得肖强那个时候总是被拿来跟林志玲比,说肖强怎么怎么残,看,岁月饶过谁,这脸胖的,都快成波多老师了。 不过圆脸的智领姐姐也是美的。 这也不是智领姐姐第一次被未修图坑了,之前的活动当林志玲的高清无修图放出来的时候,大家发现林志玲不修图原来眼角的鱼尾纹也这么明显啊。 三条明昂昂的鱼尾纹一不小心暴露了林志玲的年纪。 一向会说话的林志玲当即就这个话题回应了,在微博说,我,您说,三条线吗? sorry藏起来并且配了一张,用三根手指头挡住眼角的图片,图里林志玲张大嘴巴一副震惊我的表情。 但网友却发现,智领姐姐虽然是在回应于尾纹,却还是偷偷地给脸磨了皮啊。 不过却忘了给手也屁一下。 这一下是伤了不少网友的心,林志玲也渐渐人老猪黄了。 大家对美女的要求真的很严格啊。 林志玲今年都快44岁了,这个年纪已经算很好了,已经很不错了,我身边这个年龄段的都是老太婆了。 而且与伟文也完全不影响,视觉中国锦头下的林志玲依然很漂亮呀。 同样的甜美戏女星贾静文,最近现身生林奇景,贾静文比林志玲还要打一个月。 生于1974年的她,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,但是当她穿着旗袍款款而来时,她还是记忆里那个照明啊。 小时候谁没有被她的照明瞄倒过,那一张灵动的大眼睛眉目行情,好像会说话一样。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贾静文言一天屠龙记的时候已经29岁了,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来? 30岁的年纪还像个如花似玉的少女,除了保养得到,也要论演技的重要性啊。 《水月洞天》这部《神剧你》,陈法荣的《隐天雪》让人印象深刻。 但是陈法荣演这部剧的时候都36岁了,36岁是什么概念啊? 却丝毫没有丫头叫硬拗少女的尴尬感。 演统战的杨俊逸也29岁了,但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却出恋感满满。 有些人总是会背岁月后代的,无论是林志玲还是贾静文,40多岁能有这么状态都是我等猪猪女孩的榜样啊。 你更喜欢谁呢?